石门社区发展协会长辈们超幸福 每天课程不一 活力满满 常常吸引乡亲踊跃参加活动 这次介绍的活力健康操 简单又容易上手 不只可以训练手部协调 对于脑力也很有帮助 长辈们玩得很开心 又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 来这里很快乐 很快乐 身体很健康 心都没劳 很好 很快乐 拼好开工 晒晒晒晒晒 听到很多 晒到很多东西 很辛苦 有点党中 对健康方面很有帮助 很好啊 对脊力也比较有进步 肌肉也比较好一点 由药剂师退休7年的 照服员何兆光指出 活力健康操借由简单的动作 协调长者的柔软度 也避免他们的肌肉流失 达到活络筋骨的效用 而反复交叉的肢体运用 也可以激化脑力 增加记忆的帮助 我们最主要就是买我们的老人家 身体会健康 然后让他们的筋骨会比较有力 不要说要是最高症状 尤其是很多老人家 如果有受伤过 让他们的肌肉更快复原 我们也有让他们的应用 在那种脑力的配合 就是说我们的动作跟我们的脑脑 一样就配合 这不是很快的就会失智 很快的就退化 值得一提的是 石门社区的长者普通高龄 耳臭木鸣 也印证了爱动的人不容易老化 欢迎大家终身学习 一起加入关怀聚点的行列 记者曾光佑国姓香采访报道